盘点变形金刚里那些格斗大师 原来他们个个都练过中国功夫 第一位迪诺 汽车人李顶尖的身法代言者 不仅将一对双刀耍得如火纯青 更是拥有绚丽夺目的外观造型 其双臂触隔藏有一条长长的恋人 能在作战时迅速甩出弥补远攻的短板 而这也造就了名场面公路遛狗大戏 尽管迪诺出场的镜头寥寥无几 但他仅凭那高超的近战能力就收获迷地无数 第二位横炮 飘逸丝滑的汉兵鞋大师 他是划船不用讲指靠浪的速度大人 刚登场就以绝佳的角度追上边路 随着他那把锐利长刃狠狠抛出 手起刀落尖边路那两R8就已经被分成两辆R4 尽管横炮精通各类枪炮 但比起热武他更喜欢近战带来的刺激感 令人惋惜的是 芝加哥大战后他与迪诺一起消失的无影无踪 第三位黄豹勇士 巨无霸离以灵巧剑长的身法战士 兽形态下他拥有猎豹般的速度 极为擅长暗杀与偷袭 人形态下的黄豹则是为综合格斗大师 仅凭手中那把长枪就能做到战无不胜 在战场上更是如同赵子龙一般的神友 第四位叶英 恐惧兽三大头目之一 虽然是为数不多的女性战士 但作为擅长暗杀的刺客型忍者 叶英拥有非常迅捷的速度与身法 背部内对喷气战役保证其具备空战资格 手中的武士双刀能极大强化他的近战能力 同时作为一名出色的侦察兵 叶英还拥有特殊的全息投影 能于千里之外追踪敌人 第五位天灾 变气力登场的最强反派 当初场就能轻松秒杀巨无霸首领圣元 他极度喜好收集徽章 以此来证明自己强大的实力 他的格斗能力在整个七部曲里都名列前茅 在单挑中天灾能轻易吊打领袖擎天柱 即使大黄蜂杀到也不过多送一个人头 而号称身外化身的幻影 也仅仅只能拖延一下天灾前进的步伐 第六位大黄蜂 赛博潭五五开之神 虽然只是汽车人里一名小小的侦察兵 但作为变形金刚人气最高的角色 大黄蜂的实力一直都在变强 尽管他每次遇到的敌人都十分强大 但大黄蜂总能凭借自己不俗的格斗技巧 以及那高超的作战智慧化险为一 可以说在五五开面前 众生平等